請先講 請先講 我們是在4月29號成立SARS的緊急引領小組 4月30號有一位從臺北人際醫院來到高全 是在4月30號診斷出SARS 在1點鐘我們就跟未停止通報首例的疑似病例 我們診斷通報同時趕快把這個病人馬上送到附醫院的隔離病房 立刻清查本院的員工有接觸的分級隔離 其中有25位是集中隔離 有15位居家隔離 那麼在當天晚上9點30分 我們緊急引領小組就立刻到高雄縣的衛生局去做報告 那麼還租到附醫院隔離病房 那麼也擴大清查接觸的來採取有住院3人 移動隔離有32人 那麼居家隔離有28 所以我們在1點鐘就立刻完成通報前面3人 實在也不知道是指的是哪一件事 因為事實上我們第一個病例 我們4月3時間查這個接觸的來分級隔離 那5月11號因為緊跟著這個醫師之後也有住室發燒 所以我們立刻確認再採取 我們現在醫院已經要做發燒推檢嗎 有 有 已經開始了還是 老早開始 對 在醫診有做外面 在 住院當中你堅持 那個 還有李 李銀亮先生他也講說 如果萬一這段期間有SARS病患 請您講到 這個問題 我們是第一個就是說 5月2號以後通過 我們是在醫院的 醫院的 努力 兼用 監獄的 這些東西 再一點都會 很厲害 非常感謝 因為這一段空窗期 我們趕快把高中 你們SARS專責怎麼會建築起來 恐怕還要老闆 這個 SARS專責的醫院 他本來 裡面 其實就是做到六十萬人的關係 但是昨天 他們 就是 中方是 中方是 一到 到六十萬人的關係 看來 看來 他本來 說 看來 好 看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